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 就一樣來跟各位介紹這款 燒燙燙燙燙燙燙燙的玩具 作為一個Action Toys在2019年 解釋今年8月份所推出的一款玩具 這一款Virtus V 那當然台灣翻譯叫做 菠蘿V 超電池5號 菠蘿V 那當然 這款玩具跟之前介紹過的這款 KombaToro V 是這個系列的第二彈 第一彈是KombaToro V 想知道的就是看我之前的影片介紹 那先放旁邊 那這款 菠蘿V的玩具盒子的大小 就跟剛剛那款KombaToro V是一樣大的 那盒子的整個質感來說 它的排版比上一款好多了 畢竟是第二隻的商品 那玩具呢一樣承襲了它的一個 迷你的系列 15公分 小小隻 那不囉嗦 我們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介紹吧 玩具的所有內容物就各位 鏡頭上看到了這樣子 一樣是五隻機體 搭配 三組 手型 然後一把 天空劍 大家會跟各位介紹 然後那一份呢也是跟之前一樣 非常的簡單 簡單到 不能再簡單的一個變形說明書 當然 一樣啦 老話一句 看這本你不如看我變 我變得絕對比它寫得更精彩 那玩具就像這樣子嘛 我講過 五隻內容物 這次不會落賽了 一號的 這款 飛機 那這隻跟之前那一款KombaToro V 最大的不同是呢 這款飛機的體型 就是比之前的KombaToro V大 但是呢 一樣是 Minja Sai 下面是貼圖的 它也沒有什麼做遮蓋 就是像這樣子 那當然這隻就 它的相當的變形結構了 跟KombaToro V那種 脖子拉長 是不太一樣的 那細節的Detail呢 就各位鏡頭看到像這樣子 一樣 後面有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噴射口的一個 刻畫 只有漂亮 然後這邊呢 車 玻璃這邊 不是車啦 飛機的玻璃這邊是使用一個 透明零件 然後這邊這三隻腳呢 都使用的是一個 石色的黃色塑料件 那塗裝這隻可能就稍微多了一點 臉部 頭部跟翅膀的這個部分 所以在把玩的時候呢 要很小心 因為我 坦白說我蠻不喜歡這種 玩具做 拳擊塗裝的 其實這樣蠻落賽的 玩的時候可能會落殘 OK 那這是一號機 OK 那二號機的飛機呢 它的一個變形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隻呢 在真正意義上呢 它是完完全全根組的 它 卡通裡面的造型 這真的是 不錯 它早年的 超合金呢 就是 不是這樣的變形結構 只是單純把手折起來 這樣而已 這款造型上呢 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收納的非常的好 玻璃這邊一樣 是用一個透明零件所組成 然後身上呢 你看得到除了銀色部分之外 其他 銀色跟白色的部分 其他全部都是 石色塑料件 所以你在把玩的時候呢 就是非常的高興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這些都是 原色件 藍色這個部分 讚 那這是二號機 各位看一下 OK 那三號機呢 就是這一款 作為一個 算是挖土車的一個造型 一樣上面兩隻有兩個像熬的東西 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好 那這隻基本上呢 除了銀色部分之外呢 跟這個紅色的兩個飛彈呢 其他都是石色塑料件 好 那前面這邊有一個駕駛艙 一樣是透明零件組成 上面這兩個小手手勒 是可以像這樣上下活動 沒有問題 那這個地方呢 熬的地方也是可以做到一個開合 沒有問題 旁邊的履帶當然就是一個造型履帶 它不是真的可以做滾動的 也好啦 反正 造型嘛 就不用特別去苛責它了 那後面這邊這個空洞的地方呢 就是要做一個合體的組件時候使用的 那一些合體 單體時候 合體時候的部件就在這裡 哇 是蠻漂亮的 身上這些小細節都做得很好 各位稍微看一下 OK 那下一款呢 是作為一個四號機的潛水艇 我終於知道它是潛水艇了 長得像飛機的潛水艇 一樣前面是有駕駛艙 這邊兩個小小的潛水艇的瞭望台 應該是啦 不是的話就下面幫我留個言 前面這邊一樣黃色塑料件 搭配白色塗裝 然後 一樣透明零件做 它的一個駕駛艙 旁邊有兩個黃色塑料件的一個像翅膀尾翼的東西 搭配兩枚飛彈 整體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以變形結構為 以一個合體成機器人時候的結構為主 所以你看整隻這樣看起來 就知道它就是一個機器人的腳 用腳踏襪都知道它就是腳 那細節來說其實真的非常的漂亮 你務必自己仔細去買才知道 OK 那最後一款呢 就是作為一個 菠蘿V的 腿部的變形擔當 這一款 那前面呢 一樣它有兩個像這樣子的很尖很尖的磚頭 那這兩個磚頭是尖 真的是很尖 所以在把玩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被這個磚頭吃到 然後這個磚頭它使用的是 塑膠鍵 硬塑膠 所以你在變形的時候呢 絕對不要用你的手去試圖尻它 很容易會把這個地方折斷 好 那你要這個地方呢 它這裡是可以做到一個開合的 等一下 我待會治到 聽到 這邊是可以做到一個開合的 像這樣可以合起來 稍微壓一下 前面這一個 倉式是可以像這樣合起來 旁邊這邊有一個造型用的輪胎 這是沒有辦法滾動的 可是是造型 後面這邊也是一樣有一個噴射口的一個 細節刻畫 這個一樣是你務必自己買回去才知道這些刻畫的細緻程度 那一樣上面這邊有一個銀色的塗裝 然後駕駛它的部分一樣是透明零件 那這兩根 這兩根像天線一樣的東西呢 在這隻玩具的設計上 你感覺很像在玩那個 POM的那種材質 POM的材質 它是有一點 彈性的 怎麼說感覺是那種耐磨塑料的那種材質 不是普通一般的塑膠 你一定要務必自己買回去才會知道 你一定要務必自己買回去才會知道 有點像那種POM的材質 這邊給它打開 OK 那下面這邊就是底座線上這樣子 因為是正式授權商品 所以這邊會看到一個東映的名文 OK 那五隻的單體 我們都給它介紹完了之後 大家比較想看的是它的大合體 對不對 那真的沒有了色 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變形合體吧 那變形合體呢 我說過這隻玩具就感覺很棒 就是你現在玩那種最小變形 各位有沒有玩過它愛的最小變形 半眼色的最小 類似就是那種 它合體之後呢 只需要替換一個手型 就可以達到一個完全變形的 那當然你在變形合體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手型直接掛在這個上面 讓它實現一個意義上的完全變形 跨力啦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 我們就直接就照著 有玩具的一個忠實呈現的方式來變形 那首先呢 我們要把一號機跟二號機做結合 那一號機的變形呢 非常的簡單 等一下 鏡頭霧掉了 你要把這邊 等一下 OK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這邊有一個球型關節 你要把這邊跟這裡 球型關節把它做一個分開 這邊把它分開 這裡跟這裡呢 我們把它向這裡做摺疊 讓它變這個樣子 頭部的變形 這個球型關節就是要組合在二號機上面 那後面這邊把它翻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會變成一個像這樣的形狀 那先放在旁邊Standby 然後二號機的變形呢 就稍微有一點點小小的複雜 首先你要把後面這兩個小翅膀的地方 這邊把它向後摺疊 這裡有一個稍微有點小滑槽 你把它滑到後面這裡來 這地方做一個收納之後 這個翅膀 整個把它收進去 像這樣子 收進去 另外一邊再做一次 這邊呢 如果你正常這樣推 你是推不下來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小滑槽 你還要把它滑下來 這裡才會跑下來 然後順著滑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從中間這邊 左右給它分開 這邊左右分開之後呢 就會變成兩隻手的左右手 那這邊這個空間的地方呢 我們把這個機頭推進去 推進去之後 等一下 你就會看到這邊會把這裡補足 有一個可以插球型關節的插槽 沒有錯 這時候你就把頭部的地方 向這裡給它組合下去 好 吐進去 就像這個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手的這塊黃色的地方 這個藍色部件把它向前推 好 推到把它黃色的地方蓋起來為止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插 它的手型 這是一個作為一個拿武器時候的拳頭 你會看到一個插孔 或是你可以使用這種沒有武器時候的一個插孔 就是整個就是一個造型用的插 造型用的拳頭 或者是這種 開手的一個造型手 不過呢 我說真的啦 我不建議各位裝這個開手的造型手 因為它這邊的這個球型關節的攻插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你裝下去之後呢 這個地方其實是不太能夠轉的 轉一轉 如果你太用力的轉 會把它的這個球型關節轉斷 讓它卡在裡面 你就真的繞賽繞鬼頭 所以我建議各位就使用拳頭的手就好了 一樣把它插進去就好了 它就會固定住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把拳頭 把它插下去 飛走了 等一下我把它撿回來 剛剛球型關節插起來 你把它插進去 然後這邊黃色這個零件 我們把這個藍色向下拉 就會變這個樣子 那一號跟二號的合體就完成了 接下來是三號 我們把一號二號組合在三號上 三號的合體的前置作業呢 非常的簡單 首先 這兩個大熬的地方把它蓋起來 這邊這個轉軸向後翻 到這個位置 兩邊都一樣給它翻過來 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 機頭的地方 插頭 把它插進去 稍微壓一下就會跑到裡面去了 然後呢這兩塊灰色的零件呢 你會摸起來感覺這個塑料 是比較接近POM的那個塑料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合體時候的插軸 這種塑料真的很耐磨 你一定要務必買回去 自己感受自己爽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履帶做旋轉的地方呢 我們先把這邊做一個旋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給它稍微壓進去 然後這邊給它稍微壓進去 因為它這邊有個凸點跑出來 這邊就會壓進去 再做一次旋轉 然後這邊把它壓進去 就會像這個樣子 收進去這個裡面 那這樣的變形就完成了 這個空間呢 就是要把二號機跟一號機組合下去 組合下去 組合下去 倒下去 這樣就變形完成了 上半身就是這樣子 後面這邊剛好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在這邊 跟它贊娘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把这个潜水艇 再做一个变形 把这两个瞭望台的地方 向下压 它就会收到这个里面去 你要变起来之后很简单 就旁边稍微拉一下 把它拉出来 就这么简单 压下去之后呢 一样把机头的地方也往内压 像这个样子 这边这两个凹槽 就是等下组合那两个POM零件的凹槽 等一下再跟各位讲 那这边呢 你在变形要把这个地方收起来之前 你会看到这边有两条 很奇特的一个模线 没有错 这边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作为等下 你要合体组合那两个脚掌的时候的零件 首先 先把这一个往下压 压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旋转到这里 然后再把它压回去 变成这个样子 再做一次 向下压 然后呢旋转 压回去 接下来再把这个左右两个飞弹的地方盖起来 那腿部的变形就完成了 这个是它的整个下半身的担当 那一样 这个地方做一个接合 碰零件呢 组合在这两个凹槽的地方 像这样把它组进去 顺着压进去就好了 它就是变得非常的稳固 各位像这样子 不会掉 那组合完之后呢 最后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来合体这两个脚掌 脚掌的变形 首先 把两个 砖头 收起来 像这样子 然后这个从中间把它左右分开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公槽跟母槽 这等一下最合体的时候要使用 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一块的地方向内压 整个转起来变这个样子 天线收起来 那变形就完成了 两边都一样再做一次 向内压 就会变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个公扣的地方呢 左腿右腿它分得很清楚 这边是公扣 这里就是母扣 把它插进去 就会变得很稳 都不会掉 拔下来的方式也是一样 就丢起来就好了 公母扣扣起来 然后稍微摆一下姿势 OK 那这一款 阿胜Toyst推出的一个 BOROV就变形完成了 就镜头上看到这个样子 公买软刀软刀 然后大小呢 就是我说的15公分再多一点点 那事实上就是可以让你像这样拿在手上把玩的 但很便利的大小 就跟之前BOROV所推出的那个Combatio V的转弹 是几乎一模一样高的 那整体的造型 DETAIL一下 非常的饱满 然后合提起来的造型整个也非常的漂亮 该有的细节呢 都没有少 就刚刚各位看到的 那合提起来呢 也非常的稳固 说是不会掉就是不会掉 各位看到非常的稳固 那可动性方面呢 可动性呢 首先 顺便DETAIL一下近距离 胸口的B很漂亮 等一下 好 头呢是可以做到一个 左 右 上 下 完全没有问题 后面这边呢 因为怕这个零件有干涉到 所以它这边呢 有额外做一个可以左右 旋转的零件 这样就不会去弄到这一个 背后的这个飞机的后面这一块 可以左右 如果你觉得这样会妨碍到可动 就稍微拉起来一下 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更大的可动 365度跟鬼一样旋转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手这边呢是两个单轴关节 可以做到一个旋转365度 横向可以像这样举起来 没有问题 前后左右都没关系 这边也是可以平举成这样子 那这一块呢 是可以做到一个横向旋转365度 转移圈没有问题 手臂可以折曲超过90度 因为它是一个两个 二重关节的一个反汇 可以折到像这样子 没有问题 拳头呢 球形关节当然是左右旋转 300度的速度完全没问题 那比较可惜的是呢 这一款BOROBI呢 在作为一个变形合体的时候呢 它不像KOMBATELOBI一样 这边还给你一个腰部的关节 这支是为了迁就它的合体 就没有腰部关节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腰就不能转了 成为一个没有腰的男人 那 骨关节这边呢 这个骨关节就跟 也跟之前的KOMBATELOBI 不一样是在于 它的骨关节没有那块可以打开 然后可以增加它活动度的那一块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里面有一个双肘 它可以使用像这样子拉 脚可以像这样拉下来 然后增加它的可动度 那这边骨关节前后踢腿没有问题 藉由这一块可以拉伸的零件 可以做到一个前后踢腿没有问题 横向呢这边有一个可以横向旋转的关节 也没有问题可以做到一个横向旋转 脚可以折去大概这个角度 膝盖呢折去差不多90度 90度没有问题 那脚掌呢可以做到一个左右贴地 左右贴地没有问题 前后也可以 因为这边是一个球形关节 各位仔细看哦 这边是一个球形关节连结 所以还可以做到一个前后 等一下这个把它插好 等一下哈 这边可以做到一个前后没有问题 左右也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说啦 可动度呢也是非常的出色 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把玩 对那种可动玩具有一定的尝试的话 这一款也是可以做出一个蛮帅气的动作 没有问题 当然 因为它这款有配备它的一个标准的配备 因为它没有配其他的一些小配件嘛 就像砖头啦 就是那种很大的大砖头等等之类的那种小配件 所以取而代之的呢 它是给你一把标配的天空件 那天空件呢是石色塑料件搭配 POM零件还有一个银色的涂装的零件 那你在使用这个 天空件的时候呢 前面这个V的地方呢 它是可以把它拆下来的 重现你在使用天空件 从这边这样拔出来之后 撕出来之后的一个造型 它可以像这样确实的拿着这把武器 也没有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在拔完的时候呢 你可以搭配一下造型手 虽然说我不建议你装这个手啦 但是呢如果你这样装起来的话呢 它可以像这样子 然后做出非常帅气的姿势 当然看你怎么玩 怎么玩怎么帅气 等一下啊 这边蛮容易掉的 怎么玩怎么帅气啊 像这样子 是不是 那当然如果你有买它上一款 KOMBA TELOV 的话呢你也可以跟KOMBA TELOV 摆在一起使用 效果更好 就像这样子 摆在一起 两个站在一起 效果更好 那这支角色呢 大家最早对它的认知 应该也就是 是机器人大战里面嘛 其实这部卡通 当年台湾我没有记错 它应该也是没有引进 所以不要说你小时候看过这部卡通 除非 你们家很有钱 然后 小时候有录影带出租店 可以去租录影带 或是有第四台 那我当然没话讲 我以前比较少了 没有第四台这个东西 那这支玩具呢 我们整体来评断一下好了 这支真的是不错啦 其实真的是挑不太出什么其他的缺点 除了它的配件呢 很寒酸 就是阿萱托伊斯呢 对这支呢 给了它非常不多的配件 除了替换的手型之外呢 就只附了一把天空剑 这是比较绕晒的地方 那其他其实真的没什么好挑的 就除了玩具的 本身本体的腰 不能够做旋转之外 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如果这支腰可以旋转的话呢 绝对是 一定是更加分的啦 当然就是绝对是 站得没差没效的那一种 可惜就是没用 那我们让它站在一起好了 但是呢也不 也不失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玩具 毕竟 材质塑料非常的好 各位实际上 拿回去之后呢 就可以实际把玩就知道 它塑料的材质非常的好 那 公差来说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合体变形的结构呢 也非常的稳固 除了这支 它的这个地方 这地方 我在拿到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中枪 这边都不会容易掉开 这边的关节就很松 很容易就是你动一动 这个 就会跑开像这样子 那里面的砖头就会掉出来 这是会大大的 影响到你把玩时候的那种爽快感 其他真的就还好了 没什么可以挑的缺点 真的是不错 跟这支 它必须要更换一个 轮胎零件来说呢 这支几乎是不用换什么零件的 除了拳头之外 其他都是完全变形 very good 真的啦 我再次强调 如果你喜欢这支玩具呢 真的务必去上网购买 因为这种 Ashen Toys的玩具呢 可能 maybe都是那种一次两次版权的 所以它出完之后呢 可能就不会再版了 所以你也不要想说它会不会再版 再版买比较便宜 blahblahblah 不用小心啊 你第一时间如果没有买到 可能就会很麻烦 各位有买过他们家的ES合金 应该就知道了 很麻烦 所以啦 这支真的 务必推荐你都可以入手 而且这大小 真的是可以让你带去办公室 简单把玩的那一种 OK 那这支影片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玩具OK呢 就自己上网赶快去选购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如果觉得 这支介绍得不错 就帮我点个赞 然后分享转发 你的朋友跟你做事给 你做事给 做事给 做事给 那如果觉得我介绍得不好 那我好像晒叻 那就比个这样子 其实也没有关系 大家欢喜就好了 看影片一样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如果不喜欢我的影片风格呢 当然 老话一句 Next 上一页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逼自己 看 那如果觉得我介绍风格 是你能够接受的 你也觉得这种风格还不错 那我介绍的玩具呢 都是你喜欢的 那就帮我点个订阅追踪 好好的支持我一下 那当然 别忘了把铃铛打开 随时看我分享新的玩具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OK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在下面帮我留言 好 到这里 See you 謝謝 囉